川普总统下周将展开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 按照白宫公布的日程 川普11月8日将抵达北京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分析普遍认为 川普首次访问中国 日程的重点是美中贸易与朝鲜的核问题 川普亚洲行之后 未来美中关系如何走向 美中关系是否会有新的定位 我们邀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中国研究系教授 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博士 Dr. Carla Freeman 来分析这些问题 傅瑞珍教授在节目中讲英语 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语的声音 欢迎傅瑞珍教授 说到美中关系 说到特别是这次川普总统 对中国的访问 我们就不能不说 中国刚刚结束的中共的十九大 中共的十九大可以说是巩固了 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领导地位 那么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的所谓领导能力 也是赞赏有加 那么在美国就有很多人担心说 习近平可能会步毛泽东的后尘 走向艺人专制 您的观点是怎么看的 这问题非常出现 那么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在这样子的问题上面 它希望能够巩固自己的位置 那么我们也看到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 它走向了一人专制 那么它当然希望能够持续 通过十九大之后的一些问题 的一些决策 的确 它大部分的一些工作是 希望通过原来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领导的一些位置 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做法 还有继续坚持这些做法 那么我们相信在下一次大会当中 到底习近平是否会有这种 走上毛泽东的后尘的这种现象 我觉得必须要等到下一次的 这个情形 下一次的十九大的后续会议 以后才能决定 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啊 白宫的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 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在谈到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 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啊 中国在贸易方面打赢了我们 但是这不会使中国成为我们的敌人 他说呢 中国人在做生意和贸易的许多方面 可能都一直比我们精明 凯利将军还继续说 说我认为 无论什么人 我们与其合作 与其合作 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 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和他们合作 总比不对话要好得多 他们的政府体系 是指的中国政府 适合中国人民 你怎么看凯利将军的这些观点 他这么说呢 的确是对白宫主要的一个发言人来说 我觉得的确非常明显 那么我们也看到 在外交政策上面 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惊讶的 那么我们看到 蒂勒森在五月的时候 他也提到 就是 这样子的一些价值呢 其实 是体现在已有的一些政策当中 除此之外呢 中美之间的 贸易关系 其实未必是相互竞争的 事实上 以往的一些贸易的一些成就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体现了 美国在旁边的一些支持 那么在美中贸易关系上面 事实上 通过与中国的贸易 我们看到美国也受惠良多 但是除此之外 我们也看到 从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 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 那么的确我们看到 白宫的一个重要的官员 他有这样子的发言 他其实说明了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去关注 我们的体系当中 我们现在的贸易体系 对中国更有效 对中国更有帮助 所以我们必须要拭目以待 看美国接下来的一些贸易政策 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看到 有一些普世的一些价值 另外还有美国 以及印度之间的这种关系 美国这边对川普总统的 这个中国政策 有一个非常 最近非常 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批评 就是说川普总统 似乎对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 不是特别的关注 就如同刚才 这个凯利将军所说的那样 就是说我们不管 中国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府 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但是这个政府 这个体制 它对适合于中国 我们不去管它 我们只要和中国做生意就好了 你觉得这一次川普总统 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会超越就是说 像凯利将军所说的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范围吗 会不会去对中国的人权状况 或者是制度去提出一些批评 没有确定 因为显然没有任何的一些信号 显示他会对人权问题 拿来说事 但是我认为在美国体系当中 是希望川普总统更多的提到人权 那么当然他必须要针对一些 重要的政治犯进行释放 那么因为他在美国这里 也同样的获得了 获得了很多的压力 他必须要向中国政府 转达这样子的压力 我们还注意到 就是川普总统 多次称赞习近平 他比如说 他除了称赞之外 而且是在他上任不久 就是在四月份 也就是几个月上任 以后不久就和习近平 在海湖庄园举行了一次 这个峰会了 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再到中国去 这就是第二次见面了 那么你是怎么评价 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 这种私人关系和互动的状况呢 是的 非常明显 就是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 进行会面的时候 他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会面 同时他也提到 他非常期待在中国再度 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会面 那么对习主席来说 他事实上当初接受了邀约 来到海湖庄园与川普进行会面 同样的也是承担了一些风险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在私人私交上面 因此而有所前进一步 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些私人的关系 其实是使得川普通过他们这样子的交流 觉得他们在朝核问题上面进行合作 有更大的帮重 所以这个私交对他们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包括他当选 刚刚当选还没有上任的时候 包括上任之初 对中国的态度应该说是比较强硬的 是非常持有非常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批评态度的 但是我们发现经过这差不多有十个月的时间之后 他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说对中国的态度 有了很大的转变 转变非常的大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川普总统改变他对中国的态度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川普总统 他其实是希望能够对朝核问题做出具体的解决 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通过与习近平的合作 可以至少为朝核问题找到一种解答 至少二十多年来朝核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所以他希望能够在他担任总统的初期 就能够进行比较直接的解决 事实上在他99年他提到他希望能够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就提到希望能够对核潮问题进行积极解决 所以一方面是为中国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 比方说在实际竞选的时候 他提到中国侵蚀了美国劳工的利益 但是这些是竞选的说辞 我觉得一旦当选总统之后 他现在其实希望能够通过与习近平的关系 能够解决朝鲜的问题 同时我觉得川普也通过在海湖庄园的 这个比较欢快的这种会面 良好的会面的氛围 而觉得可以进一步的推展他们之间的合作 那么中国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 所以川普总统他希望能够与大国有积极的合作 川普这次到中国进行按照中国的说法 这叫国事访问 那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第二次见面了 我们来预测一下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第二次见面之后 那么美中关系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定位 我之所以这样问 就是说在以往的美中关系当中 比如说克林顿政府时期叫做战略伙伴关系 小布什政府时期叫做利益相关制 奥巴马政府时期 当然中国把它叫做什么新型大国关系等等 那就是说川普这次和习近平 在北京见面之后 美中关系会不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定位 我个人不认为 因为我认为 美国川普政府里面所用到的美中关系之间的 这种用词可能就是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这样子的 两国的关系 我觉得并不会有任何所谓的战略性的和作伙伴关系的这种说辞出现 但是当然对于朝鲜问题 他们可能会有提到相互的一些合作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双面的合作来解决两国在贸易方面一见不一致的一些现象 我认为两国持续以来面临的一些问题将会持续 而且川普总统的幕僚也建议他就是用词最好不要脱离这种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 三十秒钟的时间最后再说一说 台湾问题现在在美中关系之间还有那么重要的杠杆的作用了吗 很难用台湾问题来作为一个杠杆 因为川普的政府可能认为一度还可以用这种方式 比方说在六月的时候通过销售武器到台湾来推进与中国的这个问题 然后让中国能够推进让美国能够推进夏威夷 那么比方说我觉得台湾可以在近期的未来仍然扮演一个角色 好的非常感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教授 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一